这是土团党成立后举办的第二次代表大会 对于一个从没有进行过党选的政党来说 党选究竟要以什么方式来进行 备受关注 警官总裁敦马迪一声表明 不支持直选制 认为巫统的选举制度最好 然而赛沙迪却有不同的看法 更多详情我们这就来连线 人在土团党大会现场采访的本台记者张以柔 以柔请说 是的主播 赛沙迪刚才在四点半左右在媒体室召开了记者会 他就有说到刚才在土著团结党 那个闭门会议里面的部分内容 那么他就有说到有关党选的一些进行方式 尽管马哈迪有说到他是不赞成直选制 不过土清团似乎有另外一种看法 赛沙迪刚才有说到他是支持一票选出党领导层的 那么至于实际的操作是如何 我们这就来听听他怎么说 这是一个问题的问题 还是有关发展了 这是有关发展的问题 还是有关发展的问题 还是有关发展的问题 versus我们去做出党的问题 也认为为我们已经有一些他有关战之后 跟我们的关系 去选择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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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率 另一方面马哈迪刚才在一个小时前就对土清团发表了演讲 在洋洋洒洒二十分钟内几乎都是在谈有关土著如何自强和自救的方式 那么他有说到机会是留给勤劳和努力的人 那么可是在前朝政府却将土著当成是喜欢轻松和简单的方式 以至于他们不思进取养成了一个比较懒散的民族 那么老马也刚才有说到土团党尽管他是一个代表土著的政党 但是他不会完完全全的就造着土著的特权去恐吓其他的民族 好的 以上是记者张雨柔在现场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那么赛沙迪之后会发表总结演词 而马哈迪之后会再演讲 我们会在这里继续为您跟进有关的详情 请留下我们的官方面子书 现在把时间交还给棚内主播佳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